我妈妈说 拔牙不是很简单吗 然后我妈妈就说 对啊 以前那个就是南部那个拔牙的那位先生 他曾经帮我妈妈拔过那种 以前没有牙根的 然后他就不知道是他用什么方法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说 然后他就手伸进去把牙齿摸一下 然后就一下子拉起来 即使没有就是已经剩下牙根了 他还就是还能很快就拔起来 那我问我妈妈说 牧不痛 有没有流血 她说因为只剩下牙根了 所以带一点点血湿 那有没有是止痛药 她说没有 完全都没有 所以其实这种 这个是非常珍惜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其实我们在 在这个访问的过程中 其实还接触到其他的 类似的方法 就是他不需要打麻针 也没有现在你牙科这一套玩意 他就是很简单 用就是一根手 所以我想这个 有人说这个戏法人能够一点 巧标不通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 刚才林小姐提到的是另外一种 那我们另外在国术馆也看过 但是基本上都失传 那雅一师也讲 台湾就剩他一个 他太太讲的 就剩他一个 他没了就没了 就结束了 这个东西不会再流流了 但我不晓得 也许在某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系统的 因为他 刚才提到这个方法 其实他们有一个来源 来源当初船在台湾 好像船了五个人 四个人已经都走了 还是最后一个 还会再出现 看起来很难 为什么很难 其实很遗憾的 这些东西 在国一 我们的关心法规来看 都是不喜欢的 但我相信早一点的时候 这个丹一师讲的 很多其实跟利益有关 很多利益有关 从不管医药的角度 利益几乎是 扶载了很多的法规 法规的信心 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流传 我希望 那我们这边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是种子 能够有朝一日 把这些恢复起来 也许我们没办法 立刻改变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的种子 留在脑子里 让我们有机会 把这些传统文化 所发扬 好 这是第一个 发扬的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要看一个 另外一个情况 这是比较 我想比较正面 不只是 秘方留着那边 然后试试看 秘方讲起来 到处找都可以找得到秘方 但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哪一个是可以这么用 那个就这么用 这个说不清 我们现在要讲这个东西 一个多发性化症 或者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介绍一个案例 那个 把椅子 你坐一下 我们要访谈一位张先生 来中台湾来的一位张先生 这是一个经理 在他家里发生的 他的弟弟 他弟弟住有一个罕见疾病 这海鲜疾病 我只是另外一张投医片 大概意思 我跟他讲 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名词 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事 另外一个名词 因为这个诊断上 其实有时候是 不一定诊断上出是 A或B症 但是它的特征一样 所以我就借用这张投医片 来说明 他另外也叫做 AIDP是一个 急性的脱血窍 脱血窍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哺乳类动物才有的 哺乳类动物 神经是一条像香肠一样 我想是大条神经 小条神经没有 大条神经上面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什么 成意识 就像水管 水管如果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洞 那水什么 流到后面大家都不见了 漏水 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层一层都一层 就像你这个胶带 如果把风起来还不漏水 水都可以传到后面去了 这种的讯号 神经讯号可以传 传递的 那如果现在这个东西坏了 那你想想看 那还得了 神经是两方面 一个是什么 你要往下传讯号 比如说你大脑还在控制你的行为 你的动作 你讯号要传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 也要感受 传回去 所以神经这么重要 进出 讯号的传递 这些都是坏的 所以就会影响很多很多的 那第一个 大家一般来看 大家这些很多的表现 瘫痪 瘫痪 因为没法控制 这水都漏光 你就想在水管 全部水都漏光 那当然讯号不见 漏 第二个 他如果 这个看他侵犯到什么部位 那很不信 很多的病人都会侵犯到四神经 所以这样就看不见 失明 那我们现在要来访谈 可不可以帮我准备那意思 那个 我们来访谈的这位是 就是张学生 他的家族 就是他弟弟 就发生了这个 罕见疾病 那我刚才讲 就是水窍出问题 那他们 就我所知是 他讲死马当活马医 没有讲错 他们讲错了 死马当活马医 所以家族 就是不惜任何的代价 希望能够帮他的弟弟 能够一直起来 好 你可以简单说几句吧 可以 我姓张 那这个 这个 这个AIDP 即兴脱水效度 阿信 这今年 我弟弟在大约明火88年的时候 我暑假期间 突然就是 得这个病 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的疲倦 手脚的肌肉在几天之内 迅速的明显的这个萎缩 连走路都几乎没有办法走 那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说 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 你赶快要送大肩的 那就送到北部的医院 那 当时就是发病的 就是症状就是说 手脚麻痹 麻痹到这个医生用那个 尖锐的力气化脚底板 这个都没有 碰卷 膝盖敲也没有反射 那逐渐进展到 就是说 吞咽有困难会呛痕 然后眼睛 越来越重 然后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是会上吊的 然后看东西就变腹势 那就是越越严重 就要上厕所的时候 几乎都是我妈妈要把他背着 拖到那个厕所 才能够去这个上厕所 那那个时候 我爸爸就问那个医师 就说这个病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 那医师都不敢讲话了 只看了一颗橘色的维他命外 那那一层楼的那个医师护士 都知道我弟的病人 然后我爸就都不敢讲 那我爸就跑到市楼 刚好原来的护士走过去 就问他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维他命B群 就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那那个后来就是医师就跟我 跟我爸爸直接问 就是说 你家有没有一千万 我爸就跟他讲 就是说我们小康家 也没有那一千万 那他就说 这种就算有一千万 也不一定能治得好 可能发展进程会导致 终生人摊滑 或者植物人 或者是可能一辈子都要靠根机器 下去维持生命 所以说他就讲 在危急的关头的时候 就不要治 就是管就拔掉 那我们在这种 没有办法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民间的那种天邦 那就像死马和火马一样 就吃看看 那没有想到就说 第一天吃了之后 他本来手脚都是卷曲的 就像那个鸡爪一样都卷曲的 吃了第一天 就是手都放松 然后当天晚上自己 看到我妈妈看着他这个照顾他都很累 我也不忍心叫我妈妈起床 然后他就自己走到厕所去 上小便 然后就回来 那这个病房里面的人 天下的时候就跟我妈妈讲 就是说 你儿子昨天晚上 这个自己走去小便回来 大家听了就说怎么可能 那那个时候就是医生认为说这个是回光板照 他就对 他就说这个一定是回光板照 禅灯附迷 他我爸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住院都很贵 一天都要好几千块 那我爸爸说既然医院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们就是办住院 那个医师也很有趣 他人很不错 他就说你要办住院的话必须我来盖帐 那我管的话今天晚上就是把那些管都拔掉 然后我就坐在这边 我的那个转角那个门口那里 然后就看着你儿子 就把那个心跳的呼吸的那个机器 留着看一些那些数据 然后就坐在那边看到天亮 没有问题了 都稳定 他才盖帐让我们办这个处院 好 ok 谢谢 好 这是背景的故事 那再来的 再来我想跟一般人使用秘方比较不一样 当然第一个他们有算有那个运气吧 好 被你碰到了 好 反正当初的心态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碰到了 但是我想一般人大概就仅死于死 好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但是他们有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 是他们就是根据这个秘方 在做下一步的研发 好 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们在他们这个研发的过程中 当然我想是说最后 最后有一些蛮压异的一些结果 虽然今天的场合不便就是说谈太多 因为有一部分甚至跟智慧产品有关 因为跟后续的一些合作有关 但是我想可以把这个他们在开发一样的过程中 他们的经历可以来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讲中医的社会 这个传统化的社会是多么了不起 以前的人为什么可以做 就是知道那个药方 刚才就说好久一直提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方法 那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今天特别要邀请张先生来分享这一段 似乎给我们一点点的提示 似乎有一个这样潜在的机会 让我们会翻门回神 也许哪一天那些药方不一定就是我们重点击 而且环境也不一样 其实那药跟现在的药也可能不完全可以等价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药物开发 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就也是要讲到十年前左右的时间去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 当时我从那个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就提预课完之后就去喝冰水 然后不小心呛到 在乡下的公路这个是撒零 结果呛到的时候就导致了这个气喘 那气喘那个时候在治疗就是吃肋骨醇 或者去打那个肋骨醇 那我就这样子 大概人生的黄季十年 就几乎都是在吃西药度过 而且又引发不明性皮炎 还有那个皮肤便宜比较差 医师就讲说你这个就是有异味性皮肤炎 那我后来就症状更严重 严重到就是说 哎呀吃药都难不起了 就是用吸那个止气管扩张剂 那我就想就是说我完人生大概完蛋了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没有看到有人就是说 夏天 夏天还在盖被子 晚上居然还在冒冷汗 还在胃寒 就变成说这么体质 人家都要傲笑的 居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说我人生可能从此就没落了吧 那刚好就是我弟弟后来就是 去八卦山运动的时候 看到人家有人在听一个很好听的音乐 然后在那边动作 我第一去跟人家问说 你们在练什么 我会想学 结果就是跟人家学法文工 那很有趣就是说 我妈妈也介绍说 这个东西你来练练看 当时我那个晚上几乎经常都会气喘病发作 那气喘病发作通常都是白天比较少 都是夜晚 大概十点多半夜都不一定 那我那个时候发作的时候 我刚好哇受不了 眼睛痒鼻子痒流鼻水 那个流鼻水 就是流到就说像包水饺一样 卫生纸一包一包醒过去 一包都不够用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不然来试试看 就打坐练空看看 那刚开始就是很难受 但是我看那个专榜的那份书在写 就是说当你在越难受的时候 你就是雾脊必反 整个身体都快要进化的时候 那我就给它坚持下去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很神奇的突然之间 就是从丹田那边 有一股能量慢慢往上升 升到这个山中雀的位置 然后像树枝般 往左右扩散到这个肺帐里面去 然后像丘尼一样在转 那在转的过程我非常压意说 你怎么怎么这个肺部 突然整个都张开了 支气管都张开了 而且很舒服 然后开始会咳嗽 那咳出的痰 居然是白色黏稠有点硬的痰 那越咳越多 然后就咳出到最后就是变得那种 白透明清晰的那种痰 然后整个人就很舒服了 就觉得说深呼吸下去都没有问题了 我就想说这样子睡到天内可能都不会在半夜突然起来说要吃药还是吸药 对不起因为时间有限 其实你讲这一段跟你开发药会有什么关系 这个有关系 因为中药比如讲说我在做中药的过程当中有些客人来抓药 比如讲说他可能抓一点药 那这一点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去吃看看 因为吃着股脾股的还是股脑股的 像今天讲的都是讲到肚脉跟脊椎的问题 那刚好就是说有客人就是要吃那个鸡毛骨脂 它也算是一种盆栽类的 那鸡毛骨脂它就是可以去这个疾背之风湿 去强腰膝立筋骨关节 然后对老人的这个下肢无力也有效 然后对肝肾虚引起的这个免筋的势力减退也有帮助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吃个鸡骗看看 那吃完之后没多久 那我因为是晚上吃了 我吃完我就去练功了 练完工躺着睡觉的时候很神经的事情发生 居然这个脊椎整条这个血管都在跳动 那跳动的感觉很明显 它就是走到这个脊椎的路线 可能是去掉这个脊背的风湿 然后这个颈部的这个 我不敢讲说是脊椎力量 就是听到里面的液体流动的声音 然后这个大腿的血管 像今天讲的那个尾中穴 这个血管都会跳动 它等于是说照这个书本上讲的都一样了 那只不过说有一般人 他买药再吃可能吃个好几点 吃到算好几斤的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就是有修炼过后的时候 对重体就变得敏感了 可以去发现这些维系的变化 所以你透过大做 让你的经过可能是舒畅的 也可能是通了 所以你就变成很容易去对它的循性路线敏感 所以你开发药物的过程中 你可能吃了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它跑去哪里 它要效是可以走的 那再来你们怎么去往下开发 基本上就是说在做药的过程当中 有些药就是说它有引经的作用 今天讲的那个入膀胱经 膀胱与圣经相表里头 那就是说有些药可能就是说 从进入眼睛或进入肝脏肝肝肝肝肝移物这样子 我们就足以的去发现把它剔除掉 比如说有些药物它是有毒性的 在我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次就是说 那个药它是生用的时候必须 就是必须用到就是多次的这种炮制 可能就是进水然后晒干之后 多次的晒干 让毒性才能够去除掉 但是就是有一次我想就是说 那我就用来看看 结果吃下去就是会导致那个 呼吸比较不顺畅 白天还比较好 晚上躺着就是有问题了 呼吸就不通了 但是这种情形有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就要上医院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 我们也是照刚才那种方式打坐去练功看看 结果发现就是说一样的情形 一样就是说可以把这些 就是引起的这些不湿症状解除掉 那慢慢的就是说病人来吃药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针对他们一些症状做加强 找出最适合的这种配方 OK 所以再来的发展就是你大概是 就是按照这个神龙长派角的方式 你拿你自己的身体来当实验室 所以你病人需要什么药你就吃吃看 然后如果中毒中毒你就再打坐练功再解读 是不是 基本上是 刚才讲的那个是 就是一般人可能说一次就趴掉了 但是我隔天我是早上吃一遍重再吃一遍 晚上再吃一遍 加重他的剂量 然后晚上就是一样那种不适合症状 会提早发作 而且就是更严重 但是我想就是说 这个透过练功就是可以把它解掉 那果然就是如预期般了 对 就是都OK了 非常神奇的 他在这药物的开发过程中 我上次去到他家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 就是他定义接电话 我说这是谁 他就讲话都正常 然后后来又看到他 那我正常信仰 因为我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人 没有任何隐藏 就是从那样的经历 一开始是瘫痪 然后到后来 那我想后续的 后续的他们的联发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是要克服的 因为很多药 就像刚才这个郭医师有介绍 这个大肚 对不对 大肚你得去洗肉 那有很多的药 可能是有毒性 所以他们在联发的过程中 事实上有很多针对这个情况 那当然他等于是 经过他的打坐练功 其实他起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的作用 他知道那些叫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他还可以解读 他用这个非常神奇的方法 但是这一点方法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 是用在其他人 但是至少我们 给我们一个亮点 那古人 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 那是不是他们 可能有他们的方法来得到 那我想再问一下 是不是到后来 除了你弟弟的情况 恭喜经过你们的努力 把他变成一个正常人的 那他这个后续包括因为我们讲到四神经的侵犯 你们在这部分有得到什么成果 就是经过将近十年的研究 那就是说 比较特点的就是说研究这个药 变成说它变成一个特效药 那就是说对于四神经验 在眼睛就是已经用西医的方法 吃内顾除过打干扰素 种种治疗方面就是说 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效果的时候 用这个药 他眼睛就是 四神经就是可以恢复正常 你势力会恢复到正常你的势力 但是就是说大概 在水肿 还没有萎缩 钙化之前 还可以救了回来 那这种就是说 已经有蛮多的种癌力 好 非常谢谢张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张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我们刚才从亚医 还有林小姐 她的亲密 然后张先生分享这一段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就是传统智慧 能够发芽 是有希望 在他们自己的实际经历里头 他们得到很多 很不可思议的效果 但我知道 今天好像有人担心 我们来这个卖药 所以我们就 他 那个张先生我们没有留名片 那个其他医师 因为本来就有诊所 那个因为好多 好多口口都在询问 是不是可以有联络方式 所以我们会还有 留了几位医师的这个名片 但是张先生这个 我们就 就一方便 也因为现在正在 跟一些药厂 在联系 不方便 做进一步的接入 不过我想 这确实给我们很大启发 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有机会 真正把 这些传统的智慧 发展开来 因为 我们今天又知道 还有很多朋友 有一些疑问 我想再把时间交换 给大家做些了 谢谢 好谢谢